不立即 看看我这新装备怎么样 哦 可以啊 哪里骗来的 老头带我去跟魔法骑士学院学了几天 那家伙一看到我就哭着喊着要收我为徒 作为库家屯唯一的骑士苗子 那我当然不愿意啊 然后呢老头随便教了我几天 就送了我这一套衣服 等等 之前你说你是库家屯骑士第一名对吧 是啊 然后你刚刚又说你是库家屯唯一的骑士苗子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只有我一个骑士 所以我是第一骑士啊 好家伙 我当初收你的裤子真是收得太随意了 那现在也不能反悔了 嘿嘿嘿 相信本大爷 我一定会成为真正的第一骑士的 歪歪歪 小布林 该出发了 今天晚上就是月圆之夜 你们趁着白天先溜出去 到时候月圆了之后 所有亡灵都会暴走 那时候刀刀是控制不了亡灵的 收到收到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库子 听到了吗 你收拾收拾 我们走了 等我一下 我把我鞋子里的增高电拿掉 什么玩意啊 你一个骑士 你居然在你的开家地方增高鞋电 哎 这你就不懂了 高大威们才是骑士最向往的样子 可惜作为方块人 身高是再怎么也长不了了呢 行了行了 别废话了 出发吧 现在大概下午四五点 一会儿马上就出月亮了 我们在旁边躲一躲 哎 别忘了吃点腐肉 咱们身上的人类气息还是很强烈的 这玩意儿真难吃啊 可恶 为了刀刀 难吃就难吃吧 哟哟哟 你现在倒是兄弟情圣了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一键就上去了 前面几集就那一集播放量高 哎 串戏的 再吃点腐肉 等天黑吧 好家伙 一只亡灵都没有了 刀刀真的会在里面吗 我觉得应该是在的吧 这家伙又不用自己上场啊 在这种地方只会小弟不是很香吗 走走走 我们进去看看 这地方怎么看着不像是这几天之内建造的呀 我也觉得 感觉这地方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一季 我们过侧面这条路进去看看 这地方好大啊 不得不说 不愧是大陆唯一一个死灵法师 排面是真的大 只不过当我联系了刀刀那招搭了的脸 我就有点出气 噓 你过来看看 那个站在中央那是不是刀刀 好像是的吧 他怎么站在那一动不动 像个人偶一样 应该是在控制亡灵吧 过去看看 喂喂 刀刀 是我们 怎么连声音也听不到了 控制亡灵漏洞这么大的吗 哎 先不管了 我们先把他带走吧 裤子仔 你把他背上 跟着我 好嘞